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丹丹,欢迎收看今天的Shadowverse牌组介绍时间好 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双职业的第二套套牌啦,那我们这边要来介绍的是未来龙皇这套牌 那这未来龙皇呢在上一次的,应该是去年吧我有点忘记了,去年还是前年的双职业 也有一套未来龙皇,基本上概念是一摸摸一样样,就是利用这个皇家七费最强的,当时是龙胜,现在是学院长 然后我们搭配这个龙族的跳飞,快速跳到七费之后,手拍这个学院长,让对手非常非常头痛喔 那在昨天的实况也有用这套打出一个好像七连胜还是八连胜的一个高战机啦,然后算是一套蛮有趣,算有趣吗 就是不是一直敲头的牌组啦,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可以打一个比较中后期的一个慢速节奏的一套套牌 那皇家边呢我们只带上了这个投入兵力,还有看守以及学院长 所以这个投入兵力是必抽看守跟学院长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套路 那学院长这个位置如果,不更正一下,看守这个位置如果你想要换掉 可以考虑换成范丝,去恶心别人也可以 所以镜中看守这个位置可以自己挑,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镜中看守一点,所以我这边是这样子带 那接着回到龙族这边,回到龙族这边的话就是去走一个八远走的一个跳飞 就把八远的东西带一带,然后去搭上原本的二跳跟三跳,然后以及八远的三跳 高速的去跳飞,跳到七飞之后打一个中后期的节奏 那大牌的部分还有带上这个三张的饥饿龙,是有机会用到的 可是可能大概六成到七成的情况,会去给这个王女去吃掉,变成一个十费之后的一个守护 所以算是一个饲料啦,但这东西也不会卡手,所以我觉得带子也不差 那确实是有发挥到的,你可以自己去在十费的部分去做一下下的调整 然后还有两张的浴火,浴火的话是抽原始消费为7以上,所以浴火也有机会去抽到学院长 所以我们检查到学院长的手段有自己本身上手,以及三张的投入兵力,还有两张的浴火 所以说真的跳完要找到学院长的机率真的高太多太多了 好接着我们来讲七手流汗,七手流汗基本上就是一个八远跳飞龙的流汗方法啦 就是去找这个阿兹佛特,二飞跳,三飞跳,然后以及这个袭击者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流法,其他的东西不太流就留这几张跳飞为主 大概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就废了阿不多说,马上进我们的两场实况实战片段 来看一下这套未来的龙皇到底要怎么扛住敌人吧 诶,我看到我DC群对面,他的对手那个诶 巫师,然后用221拉范斯出来诶 自动进化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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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好像有说法还是怎样的,好恶心哦 哈哈哈哈 好像有说法还是怎样的诶 有点恶心诶 然后场上有一个旗子,所以旗子屋 有可能是旗子屋边啦不一定 但如果是騎紙屋邊可能也不是不行 因為你騎紙屋要大於4費的就6費的馬 跟13馬 可是正常來講你13 正常來講你13的時候 已經不需要這個范絲了 所以拉到范絲就也沒差 好像有點噁心欸 好像有點噁心欸 好像有點噁心還是怎樣的欸 有沒有我上一手這個0 真的是打得太好 我原本是想說上一手這個0 然後這一手要用這個醜的 我真的打太好了 我真的好佩服我自己 夕陽姐要刷到正不死有點難 就不用 就不然我們就存噁心啊 法術再多一點啊 那他放是怎麼死的 他可以是非派出來先死一次啊 解完之後我下來趁著那個啊 好噁心喔 感覺純粹來噁心冷的 我覺得 感覺純粹來噁心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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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其實直接拍這個他應該解不掉 這個時間點 好 連拍的時間到了 各位 真相就過了 老哥 學院長 學院長最頂的 是有戶頭 學院長最強的是那個減二 他跟龍聖不一樣 龍聖什麼咖 超小的 蜜蜜 掃到 她走 龍聖哪會不怕啊 龍聖會被變形 會被那個呢 會被消能力呢 想問一下主播SV的通行證可以用魔除嗎 可以啊 魔除 不是不是 你要買不是買通行證 你是買水晶 然後水晶自己去買通行證 對 可以 可以 因為我這一個月的通行證 就要用我自己的魔除自己去買水晶了 因為我現在遊戲裡面沒有水晶了 所以我要儲值 我到時候會儲值那個 那如果你想要用魔除 還沒有加入的好不好 這邊 好啦 那這邊有一個好看的推薦給大家 就是從即日起 我已經正式加入魔除啦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玩手遊 而且你在手遊上面會忍不住課金的 你只要使用我們的魔除 不僅可以享受到比較低額的一個儲值價格 還可以使用我的專屬代碼去領折價券 使用折價券可以讓你的這個儲值金額更加的優惠喔 而且魔除現在也經營半年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優惠好禮在等著大家 就算你沒有馬上要進行儲值的 也可以使用我的代碼進行註冊 在未來你只要使用這個帳號去進行代儲的話 都有機會小小的幫助我 並且讓你享受更多的優惠喔 有推薦嗎 不客氣 不客氣啦 用一下啦 再來一次 收到傷害解釋 不客氣 點 Ga 恩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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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s 喔好像找到 好像找到打八玉妖的東西了嗎 學院長 有了八玉妖 聽說你很會做任務嘛 有了 有了好像就這個了打八玉妖 OK那我們現在想要怎麼打這個 冷靜一下老哥 你這唯一的問題就學院長不來 很難不來三張投入兵力兩張三 超難不來的 購主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你還找不到 那是你玩什麼牌 你玩什麼牌你都會輸 我只能這樣講 如果購主已經長成這個樣子 你還要考慮到他到底來不來這件事情 感覺上玩什麼牌應該都是要輸的 販斯配什麼職業 對面這個啊 用那個啊 用一把販斯拉出來啊 牛逼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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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吵零費充OKOKOK零費充能OK有料 有料零費充能 其實這個應該要送掉 6、7、8、9、10 是這樣打嗎? 如果沒有進跳費我可能真的是6、7、8、9、10 但因為進這跳費 感覺上換個打法 皇家秘魘有帶上嗎?沒有 鬥一下喔 好 我不知道他等一下會打多少 但我知道我們先擺爛一下再說 反正他現在沒有箭雨了 對吧? 你冰雨跟這個 老哥你這麼強 不是老哥你這麼強 老哥你這麼強 老哥你這麼強 老哥你怎麼這麼強 老哥你有點太強了 不是老哥你這樣太強了 老哥你這樣其實是有點屬於那個犯規的範圍的你知道嗎?老哥 撿二!頂一下! 頂一下撿二! 我死了 怪貌 小潔 obber 葡萄 小潔 對 海 在 3 OK 魔導飛彈頂住 OK 4傷頂2傷 再頂住 感謝Garrett姐的17個月 感謝17個月的支持 謝啦 謝謝 一來看台就能看到這麼有料的 確實啊 我的胎就是這麼有料 不管是我還是對面 呵呵呵呵 所以合一張學院跳一張武器手會不會比較好 沒有 高機率要繼續往後扛 因為你下回合不會決勝負喔 你把學院合掉了怎麼贏 高機率還要再扛 下回合可能是阿茲弗特加學院長 因為他這邊會把精華點壓掉 我阿茲弗特可以直接抽 就是打到這邊不太可能吃那個學院長 真的不太可能 吃了好像沒東西 好喝吧 吃了一下 OK 冰雨 OK 冰雨 抗住 我阿茲 拉誰 12嗎? 我阿茲弗特加還是我阿茲弗特加 OK 擱住 學院長 好 好 欸不對他是惡廢吼 那打錯了 不對他是惡廢 吸塵魚廢 哇這樣少一個盾好醜 打錯了好醜 打錯了好醜 啊少一個盾好醜 打錯了 繼續扛 兩個選擇好像從這有點解釋嗎 會啊 所以我說打錯了 因為我剛把他繼承合完他是已廢 反正等一下啊就是這個加這個哪一個大的 打到他見死神 OK 好了啦兄弟 兩張牌怎麼贏我 你不可能雙職還有辦法給我帶那個吧 那個吧 那個吧 不可能吧 乾不可能你雙職業這邊給我帶兩張那個吧 好沒有 還抽 還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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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嗎 跳廢學院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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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